臺灣演員關紅 這日去到澳門出席時裝店揭幕活動 提到出演新版的流星花園花澤淚一角 要挑戰經典 關紅又怕不怕劇迷有比較啊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會有一點壓力 因為都會知道這是一個萬眾期待的作品 然後前一版的其實非常成功 但我後來就覺得這些壓力只會變成我的阻力 我覺得我不需要去在乎那麼多 我真的只要埋頭骨幹做好我自己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在綜藝節目《心動的訊號》裡面 不少人都讚關紅是個很有個人看法的人 因為我其實就是一個蠻有看法的人 只是我沒有那麼覺得那麼有必要到 都一直去表達說 我覺得這樣才對 我覺得這樣才錯 但剛好心動的信號就是一個 我可以去認真表達我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綜藝節目 至於感情狀況呢 單身啊 有喜歡的女生的類型嗎 喜歡的女生的類型我其實就不太設限 然後就靠日常生活看可不可以遇到 就是真的會讓我有心動的感覺的人 我覺得都不排斥 就是看感覺 感覺來了就 感覺來了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